為確保行車安全 高雄捷運每年都會舉辦 四場大型的聯合演練 第二季的多重災難模擬今天登場 主題就借鑒日前終結事故 模擬捷運沿線 因為臨近工地工程掉避掉落 撞擊軌道或列車的相關應變 以確保高捷發生類似的事故 可以及時應對 捷運軌道上煙霧瀰漫 保全人員健壯 趕緊指揮疏散 高雄捷運聯合市府交通 警銷等多局處 十九號下午在南岡山站動員近百人次 辦理今年第二季的多重災難模擬演練 主題借鑒月出了終結事故 分別模擬寧靜工程塔 掉掉壁砸在軌道及砸中列車時 相關事故救援及排除 我們必須知道 當你發生這種塔掉的時候 搞不好地震發生怎麼辦 所以我們會一個一個的 加研的這個互相演練 務必使得我們所有的同事都能夠很謹記 SOP 唯有SOP到位 我們才能夠克服我們可能會面臨 你所不可預測的情境 當掉壁砸落軌道或列車上高階人員需第一時間啟動 緊急停車鈕通報行控中心 若列車前方有危險則開啟後方逃身梯來速散乘客 確保安全 並尋釋列車周邊狀況 獲報的消防特搜人員趕赴月臺指揮中心 確認現場已斷電後繽紛兩路在車內及車下搜索 發現掉落軌道的乘客趕緊下梯救援 除了定期做各類模擬演練 讓相關人員能迅速應變 高捷也依大眾捷運法等法規 執行捷運及輕軌沿線施工案件 檢視目前總計四十九件被納入定期巡查中 希望透過演練滾動式檢討及優化 既有程序來達到安全運輸 接著陳煥 許正俊高雄報導